女一网传奇求后叫威廉斯法新社 记者两委民众和报道 女一网传奇求后叫威廉斯 Sirena Williams喜欢爱女后 特地上网发表一封文情并茂的至母亲公开信出 顺赞母亲并感谢她是自己的榜样外 似乎怀疑有所指 外界甚至认为 这是为了回击苏迪莎拉波娃 Maria Sharapova的新书内容 小魏魏美国科技新贵奥汉妮安 Alexis O'Hanian 生下一个女儿 以妈妈身份发出这封信 虽然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宝贝女儿的期待及幸福感 但也多处提及手臂 腿及身高等话题 还特地点出似乎在暗凤沙娃的禁要 令球迷议论纷纷 结束竞赛复出的俄国前世界球后 沙拉波娃才在月初发行新字传无法阻挡 我至今的人生 Unstoppable My Life So Far 内容多处提及小魏 包括首先 她的身体比你在电视上看到而感觉到的更强壮 更巨大 她拥有粗壮者人的手臂和大腿 尽管遭批评种族歧视 沙娃日前已在记者会解释 其实我的自传有300多页 但描写2004年温网决赛面对小微的部分 大概只有10页 至于小微公开信翻译大意味 亲爱的妈妈 你是我认识最坚强的女性之一 我看着我的女儿 哦 我的天 是的 我也有个女儿了 她拥有我的手臂和腿 和我一样强壮 有肌肉 有力量 绝妙的手臂和身体 我不知道 如果她必须经历我从15岁开始 甚至到今天所经历的事 我会做何反应 因为我胃表很强壮 所以一直被称为男人 有人说我吃药 不 我一直太过正直 而不能为了获得有力条件 而表现得不诚实 有人说我不属于女子项目 而属于男子项目 因为我看起来比其他很多女性 都更强壮 不 我只是努力训练 而且天生就有这幅强健的身体 并且我为之感到自豪 但妈妈 我不确定你怎么忍受得了每位记者 个人评论者 还有老实说 那些太过无知 以致不了解黑人女性力量而怀恨在心的人们 我很自豪我们能向他们展示出某些女性的样子 我们看起来不完全相同 举例来说 我们曲线分明 强壮 肌肉发达 身材很高 也有身材娇小的 不过和所有人一样的是 我们是女人并且很自豪 你真是太优秀了 我只希望我能以你为榜样 不过我在努力 上帝还没有完成对我的塑造 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谢谢你 谢谢你在我承受所有艰难困苦时 成为我所需要的榜样 我现在把那些艰难困苦看作适中挑战 我很享受的挑战 我希望能教育我的孩子 拥有和你同样的勇气 答应我 妈妈 你会继续帮助我 我不确定我也能像你一样温柔而坚强 我希望有天我能做到 我深深的爱着你 你五个孩子中最小的瑟琳娜 女网传奇求后叫威廉斯喜或爱女 路透社